近日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称 巴基斯坦空军方面正在考虑向政府提出申请 考虑到巴基斯坦国内购买的一些早期批次的F-16的使用寿命 已经不是太多 应该购买一些中国的坚实 在未来替代部分老旧的F-16战斗机 巴基斯坦目前的战斗机中 三代机包括中国出口的100架骁龙 以及美国出口的76架F-16 这76架F-16虽然表面说算是巴基斯坦最先进的战斗机 但实际情况则有些出入 巴基斯坦的F-16中有58架是老旧的F-16AB 几乎不具备完整的超视距空战能力 而且飞行寿命所剩不多 其实还远不如骁龙 较为现代化的则只有18架F-16CD 另外巴基斯坦空军的F-16在使用上有严格的限制 根据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协议 巴基斯坦空军的F-16如果要飞出巴基斯坦境外 则必须提前告知美国 否则美国将中断对巴基斯坦空军F-16的后续维护支持 这中间的原因自然不难理解 毕竟印度比起巴基斯坦是美国更重要的合作伙伴与军贸客户 印度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军贸进口国 美国肯定不能得罪 所以早在20世纪90年代 美国就开始对巴基斯坦在军贸上进行限制 就是为了保证和印度的关系 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巴基斯坦为了抗衡印度决定研发核武器 结果美国就扣押了即将运往巴基斯坦的28架F-16AB和7亿美元的货款 这笔货缓和飞机直到美国人被911炸醒了 才为了缓和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重新给巴基斯坦送过去 巴基斯坦虽然嘴上不敢说什么 实际上心里肯定还是很不爽的 但其也并没有办法 毕竟巴基斯坦相比之下还是有些人微言轻 南亚国家中印度的国家实力 相比其他南亚国家确实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美俄都不愿得罪印度 巴基斯坦只能找别的大腿 找谁呢 这个还用问吗 实际上巴基斯坦很早就开始了 对国内武器装备的替换 以前的巴基斯坦主要购买法国 美国等国的武器装备 而近十年来 巴基斯坦采购武器装备 基本只买中国的 此前的印巴空战虽然巴基斯坦赢了 这个是不争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巴基斯坦空军 真的就能比印度空军强多少什么的 印度吃亏是因为整个行动的策划 指挥出了很大问题 印度并没有料想到 巴基斯坦空军竟然敢派飞机 飞过去炸他们 所以才不得不临时派出 二线的米格二一升空 要知道印度空军的三代机数量 是巴基斯坦的好几倍 而一旦36架阵风战机到货 显然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骁龙 更不是印度的对手 那么为了应对印度的压力 巴基斯坦再买一点坚实 也就顺理成章了